竹山镇清水西畔 瑞祖国中及桶头 秀林 过姬 中和 驴鱼 瑞祖国小等七所小校 为整合资源展现各校特色 都会轮流由各校办理联合运动会 今年度活动日前与瑞祖国中热纳登场 各校都展现活力并结合社区带来许多精彩活动 将偏向小小的特色活力彻底展现 今天也是七校联营轮由我们瑞祖国中主办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校园其实没有那个 我们校园那个圆形的跑道 可是我们学校是同军的那个录影场地 有很好的那个包括应该说三野设施 这些比较宽的场地 那刚好去年因为三五同军节停办嘛 所以我们说那这是我们的运动会啊 我们就稍微改变一下方式 进行同军闯关的活动 就是七月竞赛 另外我们也想说 也别一千几年来 因为大家都是运动嘛 那我们今年就结合一些学校 包括学校的特色 办闯关 办区域竞赛 在活动当天 县长林明珍也特意到场 关心活动的办理情况 并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勉励各校学址都要积极向学 以便日后造福社会报销国家 来安慈三圣清水期办 七个国中国小的学生 因为目前现在都是学生 数很少 一个学校只不过是 有时候是四五十个学生 那么办运动会 好像是比较没有热闹的情况 在竞赛方面 没有什么可以好竞赛的 所以他们现在清水期办 其实国中国小 都联合举办运动大会 那么这样的七个学校 集合起来 这样的运动会 感觉上是比较热闹 学生数也比较多 在竞赛方面 也不要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 所以今天又是我们入冬以来 最冷的一天 选择今天的运动 让学生在这个寒冷的环境中 能够加强运动 对身体健康 可以更好的帮助 同时也可以抵抗 这个寒冷的天气 我县长今天特地来关外 我们七所国中国小的学生 让他们在运动各方面 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同时县长也鼓励学生们 现在最重要都是 老师教导你都能够吸收 老师教导你都够懂 好好的把书读好 将来才能够在社会上为我们 社会服务 才能够报答我们的国家 先运参门儿相当重视 教育工作的发展规划 而能在活动中 看见各校学子展现出的火力 参议员也相当肯定 各校办学的用心 今天是我们竹山镇 我们清水西畔七校联合运动会 在我们锐竹里 就看起来就像是过年一样 那非常的热闹 而且一连串的活动都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都相当的用心 那孩子在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下学习 成果非常的丰盛 在此呢 除了祝福我们今天的运动大会圆满成功 也祝福我们新的一年 能够新年快乐 事事如已 偏向小校虽资源有限 但各校仍是积极办学 从此次七校联运中能看见各校的用心 最组国中校长也希望学址在校方的辅导下 各方面都能有更好的表现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根据学校的特色 社区的那个特色 我们结合一些书法 茶艺 还有一些封闭 那作为我们学校一个发展的主軸 尤其是茶艺 这几年从国小一直衔接上来 那我们也在茶道方面 除了历代的泡茶法之外 我们也开始在学校里面种了一些茶叶 希望从不只是泡茶而已 从茶树、茶叶这些衍生出来的一些 包括它的制作过程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茶叶 衍生出来一些美学 我们也把它融进来 做一个整体的发展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暑假 中教大也结合文化局给我们的补助 从竹艺、茶叶、书法 这样整个把它整合起来 作为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另外因为我们也很注重学生的学习 我们也跟中教大进行合作 我们也引进了我们的那个 远距教学 那个英才王 应该说科技补助科学 那个系统 来帮助我们学校学生的特色 我们已经连续两年 是成为私心教学的核心学校 那在学生学习方面 或者才艺方面 我们都很重视 我希望能够 持续地培养我们学生 我们说文武全才 竹山是本县茶叶主要产区 为了让学子认识家乡产业 瑞淑国小也用 先将茶道文化融入课堂当中 希望学子日后对家乡产业推广 贡献一己之力 瑞淑国小的一个愿景叫做爱玩茶 GPS主要以茶回心结合社区的茶主为特色 那结合到到各个领域发展六亿的课程 那希望孩子呢在基础能力的素养的培养之下呢 带着这些能力带着家乡的特色能走向国际行销我们家乡的特色 那希望呢未来能够呢在自己的角落上面呢能够发光发热 这也是我们学校发展爱玩茶GPS 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那个我们是以斗牛市之歌为主题 那是其免小孩子就是面对困难呢 很像斗牛市一样不会困难永远面对挑战 刚好今年也是配合我们竹山镇的牛五花这样的一个 邓会的主题 还是我们传统的年的一个主题 让这样结合起来呢 就是除了文化之外呢 其实对孩子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奇免 能够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下 能够不会困难面向困难勇敢挑战 而为本县最西南端的统头国小 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 为了让学子将环保及生态保育观念从小扎根 学校也积极规划并融入各项才艺 判对学子成长有所帮助 统头国小是在南投县最西南端的学校 那我们夹着最好的生态资源 以及水利地位 还有我们在地质生态上面的重要性 所以学校是以清溪活水益千里 益是益柱的益 希望学生们能够在学校学得很好的学养 然后具备有生态环保的概念 然后具有各种科学的知识 接下来他们能够成为 益柱四方的世界公民 这是从清水溪以及桶头蓝河燕 和湖山水库所发展出来的生态主轴课程 那在今天七校联运里面 我们以学校发展大约有15年的陶笛课程 来呈现我们的开幕精神 和学校的特色 那在这里面也希望每个学生 都除了学科之外 能够具备有音乐 美术 体育 各种各方面的 非常好的才艺 希望今天的运动会 能够让学生们能够开开眼界 在彼此之间的一些学习观摩 能够更成长 片江学校伴绝不易 从此次七校联运中 看见各校用心伴绝的成果 先远以后也肯定校方的用心 并齐取相关单位 能挹注更多资源 协助办学 那在今天的话 是特别在瑞祖这边举办 那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小朋友 他们一早就开始 在暖身摩拳擦掌 希望能够在 这次七校联合运动会 夺取最好的成绩 那这次来讲 不仅是运动会同时 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操场 我们在四周还要举办 各式各样 像是园游会的许多摊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许多社区也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 去做一个共同参与 小朋友以及家长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 一个多元性 另外的话 像现在来讲 许多的一个平昌学校 其实都需要很多的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七校联合举办 还有教育处 还有许多相关的机关 能够更为重视 还有偏向的小朋友教育 其实对校长跟家长 分享都那么用心 他也希望说 得知景景美都能够均和发展 所以在这样子平昌学校 也希望说 在那么多校长用心的一个经营之下 那其实教育处 也可以对我们这七个学校 多多的帮忙 综合国小多年来将地方特色 融入到课程中 以发展武隆及族群文明 并积极带领学子展现自我 目的也是希望让他们从中都能够健全的成长 综合国小 综合国小最近几年发展主要我们是在于说12年国教的互助共好 另外就是说我们学校发展族群的特色 以及舞龙的特色 每年我们到了七校运动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这两项特色在我们出场或者是表演节目理念里面 让孩子来尽情的发表 也透过这样子群体的发表 希望培养孩子群性 同时也能够发展自己的特色 当然在这里也希望说所有中和中期地区 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到我们学校来就读 让我们学校能够为地方 为社会来进一份教育的力量 理于国小已发展科技教育文明 多年来参与赛事旅活佳基 校方也希望让偏向学子接触科技后有所启发 对未来生涯发展有所注意 理于国小在十多年来开始发展动手玩创意的课程 那让小朋友借由动手去开发自己的创意 然后也借由科技的一个引导 那我们在课程的设计当中 从第一年级的DASH乐高 到中年级的Microbit 然后到高年级的Arduino 然后透过这样子科技的一个媒介 去发展孩子的创意 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竹山的一个特色 然后我们孩子去年得到IYI世界名牌的一个奖项 那今年一样再度荣获IYI青少年创客发明大赛的铜牌奖 那孩子有这样子跨越国际的一个经验 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更多的自信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养成 奠定他们基础的能力到未来他们会发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子 历史悠久的生态小学过期国小 近年来校方也着重品德才艺病重的课程规划 希望让学子武育均衡发展充分激发学子潜能 以历史后的成长 过期国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生态小学 那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那在才艺方面呢 我们发展阳琴教学 太古教学 武道教学 以及网球的教学 那我们希望学生是武育发展 因为我们要开发他的全脑教育 那让孩子呢 在才艺中的学习 然后可以辅助他学业上的一个学习 然后充分发展学生的潜能 让孩子在小学教育当中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秀林国小为发展学校特色 也结合在地元素 规划族乐团及读论测课程 希望让学子东京皆宜 快乐的成长 学校这几年的特色主要在于竹牌笛 竹乐团还有独轮车 那竹乐团的部分 这几年来也受邀到台北福报科技 文教会赶参加一个太平洋科技的 樱桃会的致辞 还有表演 那学校的竹牌笛的部分 学校也利用我们竹山在地的师傅 好好去发展 那跟社区环境做一个结合 像上上礼拜就带着学生 我们前往社区去介绍我们竹山的竹子 那进一步让学生去了解整个社区的花发展 那学校目前还有的独人车部分 就是希望说学生在音乐 还有我们的动态部分能互相结合 所以我们每天都让学生骑着独人车去学习 那进一步学习花式的独人车技巧 那有机会的话 有带学生去参加比赛 以上是我们学校目前这几年来发展的特色 看到七校办学的用心 并且结合社区办理联合运动会 为地方带来热闹氛围 先远如瑞芳也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很高兴 我们的瑞祖国中 在留校长联合七所学校 来联合来做运动会 在我们南投县竹山镇 这七所学校都是比较偏远 这些小朋友在偏向的学校 他们都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学习 校长跟孕老师都很认真的在辅导学生 各学校有各学校的特色 希望七校结合我们社区 大家共同来结合 来把这个运动会举办得非常的热闹 议长和孕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有效结合资源办理活动 让孩子们有个展现自我 互相学习的平台 也希望孩子们在各校师长带领下 日后各方面都能有更加亮眼的成绩表现 民意新闻卢一凯专题采访报导